持刀抢劫最后还下跪道歉 桃源一名游七公因为家中经济压力大 心生歹念 持菜刀随机抢劫路人得手900元 但他也知道这样不对 当场下跪道歉之后就落跑 法院一选出炉 依稀带凶器强盗罪 判他三年八个月有期徒刑 夜晚巷弄间蓝色外头男子撞见路过 行人突然从怀里掏出菜刀步步进逼 男子不罢休抓住对方伸手比划一番 一下比五一下又出三 其实就是要你交出钱 见被害人正要拒绝他情绪开始激动 死揪住对方衣领不放 但又突然出现大转折 人扑通一跪抓着手忏悔道歉 路人总算交出身上的900块钱 嫌犯诚意满满 头都快要钻进膝盖了 被拍了拍肩膀前抢到手 轻快起身挥手道别 简直判若两人 戏剧化的一幕全被监视器捕捉 办案远景看完简直傻眼 原来嫌犯四个油漆工低收入户 还有三名未成年子女 及中风多年的父亲要照顾 一次经济压力过大 去年十月手持菜刀随机抢劫路人 被害人轻微化伤 得手现金900元后 驾车逃逸 警方获放后 沿线调约监视器追查 并持检查官合法之拘票 将中南居提到案 法院一审判决出炉 考量到被告的经济状况 判他三年八个月有期徒刑 明知抢劫不对 但下跪道歉 还是无法掩盖事实 最终还是得乖乖面对 司法审判 简直强团报导